明天是2024年2月19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姑》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运Wendy陪你一起开市 唐牛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 今个星期或今日的焦点 看看A股福市 然后北水回归 我们的港股可否继续升势 明天内地会公布LPR 究竟会否减息主导后市港股和内地股市的去向 今个星期汇控恒生和JADA都会公布业绩 我们也会留意一连串的消息 如何影响港股的走势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我们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下 美国一月份PPI高过市场预期 借息上升 导致低开后一度倒升 收市要跌145点 收报38627点 跌幅0.4% 标指跌24点 收报505点 跌幅0.5% 纳指跌130点 收报15775点 跌幅0.8% 至今龙中国指数亦是上升0.5% 欧洲股市是做好的 英国富士指数升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的走势 焦点科技股普遍要向下 Amazon大股东贝索斯 上星期合共沽货桃现60亿美元 Amazon股价星期五下跌0.2% Meta跌幅超过2% NVIDIA的股价还未跌 超微电脑连升9天后 股价急跌 挨近2成 Coinbase上季度两年以来首次录得盈利 股价急升8%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旺股ADR普遍要跌 美团折合74.5% 亚里腾讯和网易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低超过1% 亚里折合72.27% 星期三公布业绩的汇控ADR比本港收市 高1.8% 升上63元 一起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是向上的 刚才看到 现在再给大家看看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升10点 38,497点 首二综合指数升29点 升幅超过1% 适量普通股指数升11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30点 一起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升14点左右 恒指在16,3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今早会看着内地股市能否高开 以及从而如何影响港股的走势 现在我们先谈谈美股的情况 上星期五公布了PPI数据 和CPI一样都是高过市场预期的 整体综合PPI按年升0.9% 市场原本预期只是上升0.6% 核心PPI按年上升2% 市场原本预期升1.6% PPI数据高预期 减息的憧憬就进一步降温 最新的数据看到 预期五月份 启动减息的机率只剩3成左右 6月开始减息的机会大概是5成 另外美国2月份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连升3个月到79.6% 这个数据是2021年7月以来最高的 债息升上4.3厘水平 美股又一个轻微的调整 今星期焦点之一 就是NVIDIA 21号会公布业绩 美股现在继续的格局 就是大涨小回 在高位上横行的 上个星期二三大指数就是跌百分之一 当日都是因为CPI比市场预期高 跌完之后就很快升了 星期五又因为PPI超预期而回套 市场现在预期减息的日子 就越推越后 你如何评估美股的走势呢 是否可以在高位上横行 持续到最少6月份呢 暂时看美股就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你见到CPI、PPI超预期 令到有些回套 但是你拉长一点看 你近这一个月 其实都在破顶 尤其是标普和这个道指都是 纳指挨住 似乎大家对于这个息口的 那个叫做关联度 我真的觉得不是太高的 就是这么说 你会见到之前炒减息又升 反过来就算不减息 市场也是升 你就会见到 其实真的在反映市场很强 总之任何的消息都会使市会继续升 我想我维持之前的说法 你说 究竟减息是否一定是好的 我自己也有少少保留的 因为是经济差 经济不行 去减息经济的话 对于企业一定是不好的 变成这个基本层面去看 对市场未必有好处 反过来 市场是很硬正的 其实你看回 虽然你说CPI PPI高于预期 令到加息 或者减息预期降温了 甚至乎有机会加息 但是 你看到其他的数字 你说好像新生领事业构制 那些都是比预期好 就是少了人去claim 也反映了刚才那些情绪指数 其实全部都是向豪的 明显地实体经济的情况 都告诉大家其实是不差的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为什么市场仍然是这么硬正的原因 就是去年经常说衰退那样东西 我们放在今年来做 但是今年这一刻 都看不到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令到美股仍然是硬正的 所以加减息和股市 我想未必说一定有关系的 不一定要加息一定要跌的 或者不一定减息一定会升的 反而我自己关注的就是 不要减息了 不如继续做定期先吧 我觉得这个是 你可以从好的方面去想 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继续做定期 不用到时到期了 现在越减越多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是 是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好的因素 是 现在的息口走势就叫做 大家都观望着数字了 这个星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 但是美股方面 我想这个焦点一定是 放在21号NVIDIA的业绩 是的 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它没有出现 之前某一些股份 就是炒上来等它业绩的情况 是 就是这两天都是横行的 是 你会不会判断 或者你会不会在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 放感一些 包括NVIDIA 或者是美股 还是说你可以等到业绩 才再决定美股后市的走势策略呢 这个都是这几天都一直有人问 在想着到底是否吃点 这样子 是的 就是始终升了这么多 其实你什么位股都会赢的了 是的 我每次都这样回答 看看你自己的保守情况 或者进取情况 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怕它 如果回来怎么办呢 那你就先吃点 就是我会建议大家 在操作的时候 想好两个场景 要么就急升 要么就急跌 OK 如果你说急跌的话 我应该要 就是我解释了 即是急跌了 现在让你试后去做 那你应该是否 看现在这一刻 应该要先固定多少呢 那你可以想的 又反过来说 你解释个场景 原来急升的时候 你沽多少 你才没那么痛呢 因为你现在赢少 赢少就当输了 那我想你想好两个场景 去做操作 那就应该没什么 特别大问题了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就不沽住了 有它了 是 就是无端都升到你这些位置 我就自己觉得都 超盘完成了了 怎么想到500元 一充充上700多元而已 其实时间都挺短的 是 就是你说是否业绩前没有炒上 我觉得当它炒上了 是 只不过再早了一段时间 是 早了一段时间 或者是那个幅度没有 旁边的SMC 是那么夸张 是 那我自己就觉得 为什么大而常也仍是向上的时候 也都予给了那个叫做 reform record 大家 业绩后 无论它是列 occupæ up 赢 share 那便继续下 是的 或者业绩好像 是不是 那个估计被价钱 already frausne ne 这是在下来 那么其实也是在上的时候 是 那我又觉得 既然 那股riel有志不是完 我就暂时会保持着 我就不加不减 业绩就不会说 äh 再加些什么 有不可以 是 但是 那如果说 不 亦都不会走去减 因为你说是偷位的 我觉得美股很难偷位 我想最近也经常说 操作美股就用buy and hold的方法 你走去用港股炒上落的方法 去玩美股就很大件事 通常你沽了卖不回 所以我就会选择继续坐着 谢谢NVIDIA 大家参考一下 而且密切关注业绩的最新数字 好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上天的走势 上星期没有北水 内地无事 港股年升了三个交易日 恒指星期五高开62点后 中段一度倒跌 之后最多升449点 收市升395点 收报16339点 升幅2.4% 科指升3.7% 收报3342点 挖指升2.7% 收报5558点 恒指三日累计反弹了593点 带市全日成交了706亿 药明生物星期五反弹了1.2% 龙虎也升了1.5% A股今天会服市 北水也会恢复交易 我和我聊聊 内地A股长假期后 今天就会服市 内地长假期期间 港股年升了3天 其实指数上就升穿了一条50天线 还有10天线就是升穿了一条20天线 数据上 人民银行在昨天春节长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宣布展开5千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 即MLF的操作 规模是高于同月到期总量的 一加一减之下 其实就是向市场投放了中长期资金 增加多增加了10亿元 在连续第15个月 超额续造MLF 以及中标利率维持在2.5厘 内地明天 即星期二就会公布LPR 过去的惯例 如果MLF的息率不减 即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MLF的息率维持在2.5厘 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就是LPR很少会减 不过人行主管的媒体就是金融时报 最新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说结合了人行前期对外释放的讯号 以及综合了一些数据去分析 就说过两天 那个LPR 还是有可能是会向下的 以及他们评估就是五年期以上的LPR 下降的可能性就是更加大 理据包括就是人行早前已经宣布了降准 又宣布资农资小债贷款的债贴延利率就是向下调整了 以及内地大型的银行去年底已经减了存款息率 就是综合多项因素 就看到那些内地银行的成本就是减低了 即是他们再贷款出去的时候就有下调息率的空间 这个就是内地官媒的分析 或者解读 不是叫放风 但现在感觉上都吹了风 过去农历年前出了这么多大招之后 接下来也有机会会启动减息 即是再有招出 唐牛你有没有信心A股今天长假期后服市 可以高开和高收呢? 我估计高开应该是没什么难度的 你始终放了这么多长假 你无论是港股好 或者其他市场好 其实都是升的 根据你要追回落后的逻辑 你要升上去很合理 对呀 轻便的 根据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